8月初的敦煌,天气还有些炎热,窗外传来缠鸣生生 来自广东的80后小伙叶金盛在自己的泥塑工作室里 左手裹满白色泥料,右手拿着一把刮刀 正对泥塑做着细微之处的修饰 他介绍说,这座泥塑底稿的原型 是墨高窟底103窟壁画为摩羯晶变的形象 已经创作了快两个月,难在神韵的表现,还需要细细打磨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甘肃敦煌的月牙泉小镇 叶金盛回忆说,两年前,他以游客的身份到达墨高窟 被这里的美深深的震撼 他想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敦煌,了解墨高窟 短暂的旅行结束之后,他萌生了打包行囊去敦煌生活的想法 广东附近慢慢地一站一站地往西北这边走 基本上就把各大石窟,各大博物馆的这个关于古代雕塑的内容都看过一遍 然后西北这一块是我最后来看的一个片区吧 我看完《哭》以后,就一个念头闪过吧 我要不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画画 本来是想住个三五个月,然后再回南方的嘛 但是住着住着,我就感觉很喜欢 因为这种气息,还有这种敦煌的这种环境嘛 我感觉还是很适合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方向 2017年,叶金盛之身来到了敦煌,入住主打敦煌文化的月牙泉小镇 经营着一间彩陶工作室,一边交来往的游客制作彩陶,一边静下心来创作 创作是需要经济的支撑的 那我们来到这里刚创业,只能是去一边谋生 一边攒一些费用和一些时间去维持创作 每天大概是十几个人吧 每天十几个,忘记的时候 最忘的时候 每一幅作品的每一个环节,叶金盛都倍加用心地反复作末 敦煌气候干燥,所以不易干裂的油泥自然成为了他创作的首选材料 但是我觉得敦煌的艺术,尤其木高窟的精髓 它应该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跟它对话,去吸收 才能真正地把它融入到现代的创作里面去 想一边学习,一边创作 那我觉得临摹的话是一个过程 但是你没有必要去重复古人的一个路径 你没有办法回去那个时代 所以我想的是尽量地学习到他的壁画上的一些造型语言和美感 在敦煌生活的日子很安逸,却也略显冷清 叶金盛坦言,这样的生活收入其实并不高 比起在广东时的生活也平淡了很多 但是自己却非常乐居于此 生活在人类文化遗产宝库的脚下,内心很平静 每天踏踏实实地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在如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里安逸的创作 感悟采出艺术,富足精神人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悟采出艺术,富足精神人生